而事情的起因是李小璐夜宿皮革万家中 并且一度还出现了亲密动作 这对于一个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明星来说 本身就不是正常的一件事 一时间网友们炸开了锅 都顾不上什么跨年元旦 纷纷讨论起李小璐到底是否真的出了鬼 对此当事人纷纷出来澄清 而作为李小璐老公的贾乃亮也在随后发表回复 他称相信李小璐也相信所有的兄弟朋友 就连马素也出来澄清 万万是我们的亲弟弟聚餐时负责给我们拍照 喝多了替我们淋包 2018年以来李小璐也表示 没想到跟朋友聚会会变成这样 感谢亮亮的信任 以后与任何异性交往都会严格保持距离 而对于此时李小璐的妈妈也出来为女儿澄清 表示贾乃亮和李小璐非常恩爱 都开始要二胎了 不可能出轨 快要过年了 大家都忙了一年 李小璐只是想轻松一下 想自己出去玩玩 没有什么 希望大家不要胡乱猜想 给明星一点私人空间 但是网友还是纷纷心疼贾乃亮 因为夜速风波 所以网友发出了很早之前 李晨接受采访时对李小璐的评价 李晨暗示李小璐是那种高兴就要你 他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你 因为家境条件比较好 虽说很善解人意 但是还是比较有脾气的 也挺霸道的 看到前男友李晨都这样说了 网友更加表示心疼贾乃亮 来��摩 我跟眼里有脾气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